瑞瑟香公所在温馨的5月 举办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庆祝活动 6号上午热闹登场 表扬各村的模范母亲 以及一对模范婆媳 除了受奖者 现场前来请贺祝福的亲朋好友也相当多 宛如另类的家庭聚会 热闹又温馨 瑞瑟香一年一度的模范母亲 婆媳 继社区评鉴比赛颁奖表扬 今天热闹登场 不论是客家歌谣班歌勇母亲的伟大 还是部落姐妹们展现妈妈的青春活力 欢乐气氛 也冲淡了台下受奖妈妈们 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 Low Day Low Day 今年的有生有赦 欢迎新的费而不休 她常常参加很多的圣团 生活也学协会成久 不但回归香禮 也使她生活精彩无比 弱势的家人 让人间每个角落温暖而空獨 各种的圣丸 帮后领会 混蛋班等 她的生活精彩无比 了想过去光与 更珍惜当下 是王女士的现今人生洗照 获选今年度模范母亲共有13位 另外唯一一对模范婆媳 每一位模范母亲及婆媳身上披挂彩带 上台接受乡长陈敬光 校代会主席陈六安等贵宾的祝福 现场气氛温馨动容 相公所透过了这一次的表扬活动 也期盼发扬母爱的伟大 也希望为人子女奉亲及时的心意 祝母亲节快乐 如是乡母亲节庆祝活动现场 地方各机关首长民以代表 各村村长部罗头目等嘉宾全都到场 亲和祝福之外 有更多亲朋好友子女儿孙到场 大家欢乐团聚 现场宛如另类家庭聚会般 共同分享妈妈的荣耀 也以妈妈为荣 会后乡长陈敬光也捧着一大束康乃星 一一发送给现场所有嘉宾 既温馨又人哦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 到最后 谢谢大家